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回事呢?难道秦孝公在搞模仿秀吗?我们先来解决一个文字问题,周显王二十六年,资质通建原文第一句是,王治霸于秦,意思是说周显王把霸的身份授予了秦孝公,这个霸字写出来是叔叔伯伯的伯,胡三行给这个字做注释,说了两个字,如字,所谓如字这是古书注音的常用语, 当一个字有好几种读音的时候,如果在这里要读它的最常见那个读音就叫如字,伯在如字的时候应该读伯,如果在这里要读成某个不常见的读音,注音的术语就叫读约,读成哪个字的字音就叫读约某, 在这个博字上,虽然胡三行认为如字,其实读霸也对,而且更加合乎诗情,注音的话可以写成读约霸,最后那个霸字是霸主的霸, 无论是伯还是霸,都意味着秦孝公被周贤王,清定为诸侯之首,秦孝公实现了继位之初的理想,接续了先祖秦穆公的霸主事业,你有没有注意过,以霸主这样威风霸面的身份,霸这个字为什么是语字头呢? 诗人《余光》中有一篇文章赞美汉字,说道,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 譬如凭空写一个语字,点点滴滴,旁旁妥妥妥,稀里稀里稀里,一切云情语意就婉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润也好啊,普鲁伊也好,所能满足。 这段话很美丽,也很典型地体现出现代人对古代汉字的理解,但这种理解经常要撞蓝墙,比如眼下这个把子,拆解开来不但有语, 还有月亮,云情语意,应该更足才对啊,再对照一下各个语字头的汉字,凭什么它会特殊呢? 其实霸字原本并不特殊,它形容的是阴历每个月的月初,月亮刚出现时候的样子,后来被揭去代替伯父的伯,而这个伯字原本的写法并没有左边的单立人,写出来就是白色的白。 好,再来说说这个白,它原本并不表示颜色,而是一个象形字,象的形是人的大拇指,大拇指是所有手指当中的老大首位,所以白就从这一点上引申出和老大首位相关的各种含义。 随着汉字的增多分化,白加上了单立人变成了伯,继承了老大首位的意思,而原先的白就被转化到其他用途上了。 伯字诞生以后,像当时几乎所有汉字一样,承载起了越来越多的意象,于是自然就开始了各种分化和借用,而已经借用,就往往有借无还。 霸主的霸,逐渐把脖子的老大这个意象,据为己有,它的原始含义,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了。 王制霸于秦,制的意思是授予,这是在说周天子授予秦孝公诸侯之长的资格。 这意味着秦孝公在所有诸侯当中升级成为名正言顺的老大哥。 如果把周天子比作父亲,那么秦孝公就是长子,对天下诸侯而言就是长兄,长兄如父。 国际社会貌似一片欢腾,诸侯都要跑去给秦孝公贺喜,但秦孝公并没有亲自出席典礼, 而是派了公子少官带着军队到庞泽和诸侯会合,然后一道朝见天子。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这一回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尾倒是齐全了, 但前前后后怎么看怎么可疑。 第一个疑点是,同样的阵仗,去年魏惠王才搞了一场,秦孝公难道是在搞模仿秀吗? 第二个疑点是,虽然小国诸侯很善于朝秦暮处,左右逢源, 但才拜完魏惠王的码头,就任秦孝公当大哥,便连也不能这么快,还这么一致吧? 第三个疑点是,庞泽明明是魏国的地盘,还不是普通的地盘,而是国都郊外的心腹要地, 怎么可能由着秦国军队随便进来搞活动呢? 第四个疑点是,秦孝公这么搞事情,魏惠王哪可能完全没有反应呢? 第五个疑点是,秦孝公如果真的称霸天下,为什么既没有亲自参加典礼, 也没有派出任何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而仅仅派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公子少官带队呢? 这位公子少官,也不知道是一位名叫少官的公子,还是服侍公子的什么官员? 疑点多多,迷雾重重,理解起来太伤脑筋。 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历代学者各有各的办法,朱熙简单粗暴,把地点信息直接删除掉了, 不让这场国际盛会和庞泽发生什么关系。 赋予考据精神的学者,可不肯这么轻率? 有人认为司马光误信了世纪,其实这时候的魏国已经被齐国和楚国打得落花流水了,不可能举办庞泽之会。 所以庞泽之会只有一个是秦孝公的事,和魏惠王没有关系。 也有人认为庞泽之会真的发生过两次,先是魏惠王搞了一次,然后秦孝公又搞了一次。 也有人说庞泽之会确实只有一次,不过是魏惠王发起的,和秦孝公没有关系。 还有人试图找出史料记载混乱的这个原因,说秦孝公继位之后,收服了秦国周边的大量蛮族部落, 所以就在魏惠王庞泽之会以后不久,派太子四带着92个蛮族部落的代表朝见周贤王。 这件事在后汉书西枪传有明确记载,这场典礼的模式应该和庞泽之会很像, 两者的时间又很接近,所以就被混为一谈了。 至于时间上的错乱,是因为当时的立法并不统一, 所以明明是同一个时间在某些国家就被算作上一年的年底, 在另一些国家就被算作这一年的年初, 这当然就给历史档案整理带来了天大的麻烦。 学者们各摆各的证据,各有各的逻辑,但谁都拿不出铁证, 我们不妨还是采取保守态度好了, 把秦孝公组织的这场庞泽之会当成继上一年卫会王庞泽之会以后的第二场国际盛会。 这么理解的好处是能跟前边的一段内容呼应上。 前面讲过,史记有一段记载, 说周列王二年,周太史大来到秦国对秦宪公说了一番话, 大义是说,周和秦以前是一家,后来分家了, 分家五百年之后又合并在一起, 等到合并之后的第十七年将会有霸王出现。 当时讲到,这件事有一个很大的疑点, 那就是太史旦的预言里, 十七年这个说法过于具体了, 在史料里面,凡是具体到这种程度的预言, 基本可以断定是出于后人的附会。 如果我们相信所谓太史旦的预言只是出自后人附会的话, 那么就可以循着十七年这个线索来找蛛丝马迹, 然后就会发现在秦宪公的接班人秦孝公的时代里, 秦国国礼蒸蒸日上, 于是就有了由秦孝公主导的庞泽智慧。 从这个时间点倒退十七年, 秦孝公二年, 周显芒派人把做肉, 也就是祭祀大典上用过的肉赐给秦孝公, 这是很隆重的礼遇, 在秦国人的解读里, 这应该足以标志着周与秦的复合。 那么所谓太史旦预言的意义, 大约一是为秦孝公摇旗呐喊神话他的身份, 二是暗示着如果秦国取代周朝完全合情合理, 毕竟这只是一家人的分分合合嘛。 而对于秦孝公在庞泽之会前获得的这个霸主头衔, 天下诸侯会怎么看呢? 也许可以借用杀具麦克白里边班克的一句台词, 新的尊容夹在他的身上, 就像我们穿上新衣服一样, 在没有穿惯以前, 总觉得有些不大合身似的。 好, 关于这场国际生会的种种疑点,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开始, 我们进入一个历史大事件, 马林之战。